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俯仁大学学生现在都可以免费使用Office 365咯 还不知道如何下载,没关系 从安装到使用,让你快速取得上班上课的必备神器 首先,我们先进入Office 365教育版服务桌面网站 网址会在下方的详细资料 我们要先确认自己的微软Office 365障密 先输入学校的LDAP障密哦 输入完成后,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微软Office 365障密已经出现了 如果是第一次登录官网,会要求你变更密码 请变更后才能使用 设定验证的手机号码或备用电子信箱 要注意如果未设定手机号码或是第二个信箱 则之后每次登录皆会提醒设定 进入Office 365号面后 左侧就有Word、Excel、PPT等作用软体可以做使用 现在我们进入World,建立一个新的档案 跳出的讯息一日关掉就可以咯 另外,Office 365让你在任何地方开始你的工作进度 你可以在Windows、Android、iOS或各种装置上使用手机的应用程式 及时更新且可随时取用任何档案 轻松流畅达到自己的课程规划 如果还有任何对Office 365不了解的问题 或者是账号开通问题 可以询问私讯重新 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吗? 想看更多图书馆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官方频道哦 你可以在图书馆首页右上方点选YouTube连接 进入福安大学图书馆专属的YouTube频道 邀请大家一起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哦 再次进入福安大学图书馆首页右上方点选YouTube